他的胸肌好大 好了上次我们在就是祖先祖先被鬼魂追过之后 这打过了一场激战之后 然后现在突然又从现代的主角身上醒过来了 然后他发现自己就是取得了 他一直要在破解这个电报吗那些密码吗 然后他取得了进展要去通知一下他的David 我估计是他的上司吧 妈的苏联不仅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捕出了导弹运输 还转握着中情局一举一动 然后中情局里面一定有他们的线人 去通知David吧 David在哪里了 我估计应该是要去打个电话 开门 这是哪里啊 我感觉他的地方装修过之后 我都认不出来了 啊这里啊这里是大门右手边 那我们来打电话给David 雅丹了有发现 Edge断言他们进了死如同 继续监听 是联络 哦有人在偷听我们组绝的电话 那为什么组绝刚刚会头痛了一下呢 从办公室拿定位器 探测器 我说在猫狗宠物体内偷听装置啊 有那么厉害的吗 还有一些人会勾引我们的 我国试管人员啊 是一些女间谍啊 那么厉害 好吧 要去拿那个什么装置啊 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拿 应该是这个了吧 量子定位器吗 又要找量子云啊 量子云 那我又怎么做呢 走路没有声音 他没有说这里 他是妻子吧 说这里有人啊 房子前面有个人站着 也有可能是局里面的人 哦 主角觉得被被监控了 好像有紧张哦 我是主角 哦他看到 树林里面有人哦 那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胸肌好大 呵呵 来要看看附近有什么东西啦 好我们先打开我们定位器 看看那个信号在哪里 应该是在这房子后面吧 哎有了 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 到了到了到了是吧 哎 是吗是吗 这里 掃描一下 发现异常怎么我看不到呢 哎这里 这么这里是吧 麦冲 哦那边有一个 要往他开火 没中 中了吗 哎前面还有一个 又一个 这 哦这边也有 这边 搞定 然后这里可以稳定化 不对吗 这样子 哦 那家伙 直接走进这个房子里面 监视我们 那么离谱 我们去找下一个线索 方向是对的吧 哎有了有了 量子云在这附近 嗯 到了到了 嗯哪里了 麦冲 我这个 从这里去了另外一边 然后要跟着他 这什么 恐吓 恐吓 恐吓字条 you can 你躲不起来的 你躲不了 那我怎么过去呢 直接掰掉吗 啊这才对吗 每一次那些 解谜游戏 那种小小的东西 哎卡住了 卡住了 我过不去了 离谱 在上面 在上面我怎么上去了 嘿 我们主角好像伸手也没有那么好 应该这边能上去吧 但不是从这里 要不我们绕去后面看看 应该是先掰 掰开这些木头吗 好 先掰开他 好了 这就可以爬上来了 哇 那边吗 不对 还是哪里有楼梯之类的呢 啊这里 看到了 好 上 是这个吗 这样上去吗 有可能哦 哇 要跳的吗 跳 喂 可以 如果现实里面 我就不敢这样跳了 多危险啊 附近可能有另外一个量子云 哎 这里可以去隔壁 下面吗 是这里啦 卖冲 哎 这里 扫描 那家伙精心部署了 什么呢 哎 这里有东西哦 哦 爱马的照片 哦 就是刚进来第一天就把他老婆照片拍了下来 温馨的家园 然后拿了 然后有个问号 哎 这里有个 这什么东西啊 电池 是什么信号的发射器吗 我靠 哦 对面有人 别 别跑 别跑 怎么去啊 跟踪他 我也想跟踪他怎么跟踪啊 剪掉 哎可以下去了 哦 哦在上面吗 我上去了 这里 不见了 哦在那里 哇靠 我组绝跑步好慢哦 you're not losing me so easily 在那里看到了 哎怎么进 怎么进去呢 这里有个木头 要进去看看吗 这里然后 剪掉 然后这个掉下来了 好我可以就就可以上去了 然后这里跳下去 嗯 好了我进来了 他躲到哪里去呢 哦是一个 矿洞吗 别跑 别跑 间谍不要跑 哦这里有个洞穴哦 快点 回来 站那边 哇靠 什么锥呀 跳吗 跳 快 过不去了 他说他过不去 哦这里有 嘿嘿嘿 嘿 呃 嘿 變成了 盜墓者羅拉 哇靠被踢下來了怎麼辦 哪裡游啊 不是該往上游著嗎 呼吸不了哦 來我們主角雖然身手不好 但是游泳還是可以的 你看B7多久 沒有殺尬我可能早就掛了 完了我沒氧氣了 呃 哇靠那傢伙不是那邊跑了過去嗎 怎麼突然又這邊出現 然後把我插一下去啊 哪一邊 圍繞了幾個圈之後我自己都把自己晃 晃 晃了哎 ok 是這邊 又找到了一個像密室一樣的地方 那邊有條路 然後這裡東西 能互動的東西沒有 好走我們繼續追那個間諜 出來啊 這也是被擋起來了吧出不去 這又是哪裡呢 那邊有條路 這邊就是剛剛我過不來的地方 那應該是往這邊走 衝啊追間諜 別跑 看上去不太牢固 哇哇哇哇哇哇 attacker 哇 Were 還往後面看 哇他突然在前面出現怎麼辦呢 到處都是陷阱對啊 衝啊繼續找他 哇靠這洞也太少了吧 要貼著過 出來了這裡風景還不錯 我上山來了 我的房子在哪邊 看不到我 不管了繼續追 我覺得那傢伙已經擺脫我們了吧 要想辦法去另外一邊 過河嗎 哎 裡面有東西有個梯子 但我要想辦法進去 哎 就是把他拉過來是吧 被綁住了 這個拿開 好進來了 嗯 我這裡 把它撿開就好 好了出去 然後這裡有個大刀 這樣的大刀可以用來開批小徑 用來砍樹的吧 他是要去跟那個人對砍嗎 哦 找到了 找到了 他就是 在這一重 這一坨 就是很與眾不同的這一堆樹枝裡面 走近了 可以互動 然後就可以用這把刀 去砍開這一些樹枝 你看 然後就終於能夠到這個 就是旁邊看到這裡有個樹木 但是過不來的地方 就可以在這裡走了 誰 定位器又來了 這裡有有信號 怎麼樣呢 要跟著他走 三十七 四十九 那邊不知道有什麼 他的定位器讓我往這邊走 到了吧 在這裡 掃描 有異常 異常 在這裡 好了嗎 沒有哦 又歪了 好了 另外一個在那邊 另外一個在那邊 好了 好搞定 他過來穩定 還有掃描嗎 好像不用了哦 他就是往那邊走了去 那我們跟著他方向 要去找下一個 下一個點 應該是這個方向 這到處都是森林 我都感覺有點迷路了 這裡進去 是嗎 這裡 是這裡嗎 這 這後面 找到了 找到了 他穿過了岩縫 這裡有個縫 哇 不好找啊真的 真的 會不會要突然 出來個什麼人來嚇我一跳呢 哎 沒有哦 這就只是一個 也是礦洞的感覺 像找 就 挖出來一條地道 怎麼有聲音啊 哦 這附近有東西哦 哇 很不結實 但應該可以到另外一邊 再一跳下去 一不穩 一不穩就就就走了 就掉下去了 在那邊 在那邊但是這裡有 這些建築物有沒有什麼東西藏在裡面呢 這是什麼 這好像不是建築物這是用來放木頭的嗎 這樣只是要往這裡走過去啊 哇 爲什 尷尬了掉下來這個位置怎麼辦 哈 好這裡能過去 ok 可以這樣子上去 哇靠我們主角明白自己身手那麼差 他還這樣子走過來 這條路真的不得了 應該在這裡面 這裡是吧這裡 掃描 他在餵食器裡面藏了東西 是什麼東西呢 一切正常已經甩掉他了 目前在廢棄旅館一切按計劃進行 那他扯掉幹嘛 這裡不是可以聽他講話嗎 前往旅館 這裡白白應該可以拔掉吧 嗯 好 廢棄旅館啊這裡走下去都好遠 但不能跳下去 跳下去肯定死定 可以 是這邊吧 這邊放個紅布子是什麼 這寫什麼 這應該是旅館的意思吧 那我們走這邊去 這裡有個帳篷嗎 舊帳篷 看來有人空手離開再沒回來了 但是為什麼呢 怎麼進去啊 我們主角不搜刮一下嗎 看有什麼線索啊 好了那不看了 又沒得互動 他他沒有 可以讓你去看的東西 旅館是這邊嗎 但我記得在那個尼古拉斯的記憶裡面好像 好像過去很簡單啊 怎麼這次走過去那麼繞呢 哎是這裡了吧 正常途徑進不去 怎麼會從這個樹井要 的地方去旅館呢 要找一個繩子 這根繩子很不牢固 然後路上看到帳篷 所以我要回去帳篷那邊拿繩子 我就說這帳篷怎麼會沒有作用呢 這裡好像可以砍開他喔 這裡沒有什麼東西啊 可以上可以下 哇靠那邊有個死人嗎 那邊有個死人嗎 拿開石頭把那個背包 弄下來啊 啊 我們主角勁也太小了吧 還是要蓄力啊 往高一點點 行了中 怎麼下去呢 這裡下去是吧 這裡下去是吧 拿到了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啊有繩子 那我就不用回去帳篷了 好啦要回來這個樹井了 然後把繩子放下去OK 那怎麼下去啊跳下去嗎 一步一步一步往下爬 下面會不會有壞人等著我啊 他說他在旅館嗎 如果他突然往我這邊 又往回走 那不就碰上我了嗎 下來了 下來了又在這種礦坑裡面了 這附近都是這種礦坑嗎 到底本來是幹嘛的呢 嗯 哦那裡 好啦 還沒沒沒摔死我 這怎麼去啊跳 可以OK 那我們到了旅館的廢墟 怎麼是廢墟呢 好像一棟大房子的廢墟 那個人不是說他在廢棄的旅館嗎 怎麼跑來這種廢墟裡面 他想幹嘛呢 他在那邊不知道在幹嘛嗎 我怎麼進去呢 這個主角也太廢了吧 推開不就進去了嗎 我繞過去 哎這裡能進 哎看他他了 他沒發現我是嗎 去哪裡咧 又不見了 哦這裡 有條路 這次是真的不見了 他是飛走了是嗎 是人是鬼啊 哎這裡能能掰開過去 啊 看他不知道哪裡 穿過去 然後走走 走了不知道去哪裡 這也可以上去 哎有東西 是個壞掉的煤油燈 找出他的隱藏訊息 那場把旅館燒成廢墟的大火 難道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一場小小的煤油燈 去造成那樣子的損失 這個該不會就是我們尼古拉斯 拿著那個提燈吧 那一盞燈 小心一點 衝啊 哇 哎 哎 哇我下來了 哇 怎麼過去呢 啊可以丟了 沒用了 哈哈 哼 哎 嗯 啊這不是 不就走出來而已嗎 好啦那出來了 往 往回走唄 然後剛剛那個人的地方 應該原來是在這裡 他在這裡藏了些東西 要打開這個保險箱 那他說要先挪動他 靠雙手挪不了 那要靠什麼挪勒 哦找到工具了 應該就是要用這一根棒子 去敲起那個保險箱 那我們出來 把他敲下去吧 嗯要怎麼做呢 把他轉過來啊 哦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怎麼還有地下司啊 哇哇哇哇 閃 走開走開 哎呦 fuck 如果被這裡這裡在這裡被砸死 就不會有人找得到我了 就不會有人找得到我了 啊我們來看看保險箱 裡面有什麼吧 怎麼打開啊 啊 這房子裡面會有提示 那麼剛剛好嗎 嗯這裡有兩塊木板 好像什麼都沒有哦 嗯 嗯 哎這裡 好像有點東西 有本書 有人在這裡寫了密碼所的組合 記住 答案不在這 第二排第一排 第一排 第四第三排 答案不在此處 我們來認真看一看 看看這一堆密碼 這裡是不是沒有 不在此處 那是不是沒有四啊 這裡 有有四 五勒 好像沒有五啊 是吧 是吧這一整整張沒有五 那有六七 九 八都有 就是沒有五 那可能第二個 密碼會不會就是五勒 我再來找找看 如果這裡也是缺一個數字 那就差 那可能就對了 這裡了 這裡都有一二三 四五 六 會不會是六啊 六有 七 沒有七 有八 有九 那七五 七五 哎這個看不到 沒有再看 七五 這裡 這裡沒有一啊 很明顯就沒有一 那第三個就是一 第四個是 看這裡的 七五一 一二 沒有三 有四 好像三五六七都沒有嗎 這裡 就這一張紙 還算上後面那些嗎 如果算上後面那些的話 那就沒有六了哦 哦 我看到了後面那個 有六的地方 剛好被擋住了 那就試試看 七五一六 就 接好索了 接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啥 沒東西 有張紙 就這一張紙 就這一張紙 法官要掐死我 我差點都斷氣了 好在 哎 就到第六張了 我差點都斷氣了 法官要掐死我 好在那個袋子 禮貌和法 和面具的人出現了 他在我面前殺了諾頓 割了他的喉嚨 他似乎是想要救我 為什麼呢 沒有人會再討論我 再討論我 再討論我 他在那裡 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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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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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植 警察 好 哎 呃 我現在是尼古拉斯了 然後我進來了 那個旅館裡面了 第六章 那我們明天再來玩第六章好了 又再來 進來了這個里古拉斯的章景 那前面找那個 密碼找了太久了 今天就先到這裡吧 喜歡的朋友點贊關注一下 好了謝謝大家拜拜